Hello 大家好 沙仔 很久沒拍片 大家都知道我忙 有很多網友說 忙就不要拍片 休息多一點 其實我自己 拍片就是興趣 大家很清楚 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興趣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奇奇怪怪的東西 又或者有很多東西 真是很老實說 有很多東西在內地發生 但香港其實很多人都沒有報道 就算是香港想報道 但因為很多人都不懂普通話 也未必了解 所以沙仔喜歡看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沙仔迷了一些 內地的影片 介紹一些 學工 市的 或者是白菜價的 樓盤 其實也有些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沙仔是想 北上退休 北上退休其實 你只有兩件事 要不買樓 要不租樓 現在這一年 這一兩年 發覺原來有些 所謂學崗盤 或者是白菜價盤 是便宜到你不相信的 學崗或者是白菜價盤 特別叫網紅城市 學崗呢 學崗就是黑龍崗 然後接近 邊界的 學崗就是和俄羅斯的邊界那裡 所謂邊界城市 主要是開煤的 現在就不再開了 或者是已經開了 他們有些房子 所謂不是 他們的房屋 可以一兩萬元一套 不是租金 是一兩萬元買到一套樓 是包括房地產 即是那些叫住 那些叫做屋契 為何這麼便宜呢 很多都解釋了 解釋了很多原因 因為以前 煤炭工人 就來到這裏開彩 然後已經開到沒得再開了 回到老家 回到他們原居地 所以那些房子多了很多出來 還有一些就是 這裏都沒得開煤 那我這裏沒什麼工作 那我那些人就 我去了別的地方 那些房子又多了很多出來 那莎姐都 再看 原來不是單單 這個叫鶴崗 有一個叫做 Vousine 我不知道廣東話那個怎麼讀 它那個字就是 浮 沒有了土字邊 接著就是新年的新 這個就沒有在黑龍江那麼遠 這個就在遼寧那邊 那遼寧那邊就有這個 我當是浮生 還有一個叫營口那些 這些 都是很便宜的 都是白菜價 可能都是兩萬元左右 有一些萬多元 難聽說的 你買一套樓 它不是說兩萬元 只有幾十呎 不是 兩三萬或者一兩萬 是說五十平方米 起碼五百呎 當然啦 如果是一兩萬元的樓 是不可能有任何 精裝修的了 可能就是 只是水泥 就是水泥屋 那樣 或者 有些已經裝了暖氣 那樣 就看你 哪一處 而這些樓 有幾個特色的 莎姐就擴闊了 第一 一定是樓梯樓 不會是電梯樓 電梯樓 電梯樓沒有那麼便宜 但是那些地方的電梯樓 都可能是十萬元樓下 十萬元樓下 是有電梯樓的了 可能有些電梯樓是五六萬 六七萬 都有的 那 如果你要一兩萬元 一定是偏離市中心 這個是一定的了 樓梯樓偏離市中心 還有樓頂 樓頂即是六樓 或者七樓 那就可以這麼便宜 那莎姐自己想過 然後我再看 當然黑龍江那邊很冷 一年 你要想清楚 一年供暖是七個月 那 它供暖氣給你七個月 一年有七個月 起碼都是 冷到真的要供暖氣給你 但是你要搞清楚 它供暖氣給你七個月 和你在香港過去 你需要暖氣 是不是七個月呢 這個是要撲一括口的 那 所以我應該在黑龍江學江的時候 應該不太選擇了 那 反而會選擇遼寧那邊 遼寧那邊大概 都是 三至四個月是零下的 其他日子都冷的 那 比起沙姐來講 比起香港來講 什麼日子在上面都是冷的 對不對 那 應該會選擇遼寧多些 但是 鶴江那邊 和新埠那邊 都有高鐵的 那 那 埠新那邊 因為在遼寧 高鐵好像是 兩粒多鐘 一粒多兩粒鐘 就可以去到北京 那 所以 其實 都不算完 就是說 我如果萬一要回香港 都是由 由飛機 去到北京 然後再 搭回 兩個多小時的高鐵 過幾個小時的高鐵 就可以去到遼寧了 那 也不是算完 但是 亦都介紹 大家如果可以上網 看一看 其實這些所謂的 鶴江盤 因為鶴江已經成為一個 平價樓盤的代名詞 這些鶴江盤 其實在中國 我們國家 有90多個城市 都有這些叫白菜價盤 亦都不少於南方很多盤 那 除了 江蘇那邊 即是上海那一大 江蘇那邊 那個 地方是沒有之外 另外一個也就是 浙江那邊 是真的沒有這個所謂的 白菜價盤之外 其實 差不多每個省份 都有這些所謂的 鶴江盤 或者是白菜價盤 那 大家就可以遷就自己 的情況 如果你說我不想在北方 南方 其實我也有看過 雲南有一個叫做 玉溪的 好像叫玉溪 或者叫 不知舊什麼鬼 那兩個都便宜的 另外就是 清遠那邊 都便宜的 所以現在 很多這些 原因就是 其實 不要想一下 經濟原因 各方面 其實很簡單 就算 你現在 想去 廣西 廣西的 北海那邊 都便宜的 那裡都有 銀灘的 即是北海那邊 有銀灘 那裡的樓都便宜的 不知道 七百幾百百尺 什麼 亡海的 可能都是 二三十萬 就搞定的 是這麼便宜的 但是沒有人 煮的 其實原因 就是說 樓是建得多 但是 你的人口 就是這麼多 要知道以前 即不同香港 你想想 以前 我們一個家庭 生十個八個 小朋友 幾點 都可能 不夠 但是 幾何級 還有以前 那時候 老人家 好像我 婆的年代 我媽的年代 一打還是半打 那些小朋友 是一打還是半打 然後 到我媽媽的年代 都三幾個 你這樣幾何級 建幾多樓都不夠 但是 現在怎樣 一個建兩個子 上面 好多兩夫婦 只剩一個 你的人口 是不停地縮的 但是 你的樓又不停地建 大哥 你要搞清楚 我不是有幾個 居住的 對不對 我也不懂分身術 不能同一時間 住幾間屋 其實你真是住的 你可能有些人有錢的 我買多一套 避寒 或者是避暑用的 OK 但是問題是 你不會長期 在十幾套房子 到處走來走去 不會的 因為你要做事 要成利得在某一個地方 所以 就算有些人 買了樓 以前在那裡買了 很便宜買了 然後發覺 我做事不是這裡 你知道中國很大的 就算你 可能在遼寧出生 那樣 在遼寧讀書 好像我契妹一樣 遼寧讀書 但是最後 他們都是出去 去北京做事 所以唯一樓價會升的 只是一些 真是城市 真是做事的 發展業的城市 那些樓價就會升 那些樓價就會升 因為那些人流進去住的時候 你的樓才會貴 但是這些已經是 沒有什麼 任何的生產力的城市 那你的樓就自然便宜 那你丟空 那些人為什麼會說 會這麼便宜 這麼賤都賣給你呢 就是他丟空 每年都要給一些 類似是稅 還是不知道什麼費 那他不如賣給你 那有些所謂的 有些便宜的就是 回遷樓 可能就是 那時候政府說 要收起來輕建 要拆遷了 給他們的房 即是他們收了一棟樓 就給幾棟房 給他 那他有幾套房 那他住就住一套 那其他那些怎樣 我不住 我又要給錢 不如便宜便宜賣給你 那我就 變相我以後就不用再交那些費用 那又可以少少錢 那 那 可能一萬元對我們來說 一兩萬元當然是 哎呀 好像沙姐一樣 如果我回全職 兩萬元 哎呀一個月的人工 但他們那裏的人工 平均來說可能是 兩千元至三千元 一萬元是差不多 大半年的人工 如果是兩萬元的話 其實是整年人工 那對於一個沒有收入的老人家 都算是一筆錢仔 至少不用再付出交稅 那些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慢慢去尋求這些城市 那也都要注意 那 沙姐就 在看著 那 在想著 之前沙姐不是說 寧願租屋的 因為 租屋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想去買一套房 要幾十萬的話 不如租屋更便宜 因為你想想 如果房價都這麼低 你租盤更加低 不會貴 更加不會貴 那 所以我就會想 嗯 如果要幾十萬買 買個屋的話 那不如租屋會好些 還可以每次住新樓 但如果你問 沙姐 如果我真的可以一兩萬買到一套房 那不如買了 那我契妹就說 你買什麼 你租好了 東亂下樑 那你便 這裡住半年 那裡住半年 但他其實想漏了一件事 旅居 只是適合一些 你本身有地方擺東西的人 因為 我上去退休 不是代表我家 即不代表我在香港還有間屋 我的意思是 我上去退休 那我香港這裡 我就切除了 那這間公屋 我就不會要的了 那我不可能 回上去退休 這裡還保住這間公屋 哎 可以 這個事件可以 這個這個可以 但是沙姐 沒有那麼多人炸 即是 是的 我保住這間公屋 我喜歡就回來住 回上去長期住 那偶爾就是保住這間公屋 即是沒有人炸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想 如果真的學她所謂的女居 那我很多家當 難道我每次都搬家當到處走嗎 對不對 我電腦 我的螢幕 難道我搬到到處走嗎 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說 一兩萬可以買到層樓的 不要理會多大 即是 起碼都有五十平的了 那我給裝修 簡單簡單的 裝修那邊三五萬裝修就可以了 那我都是五萬元樓下 那我就有個永遠的安樂 那我想再想 如果五萬元 給了二十年 那即是 其實每個月都是 幾個水而已 但我就有個安樂鍋了 那我最多 我什麼時候去什麼時候去 我自己去 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自己覺得 看了很多網上的圖片 我覺得 最好最好的就是 沒有任何裝修 只是石屎屋 就是水泥 就好像我們公屋交付 全部都是水泥 我自己裝修 反而會更好 不是說別人裝修好 不好 但有時候裝修未必合自己心意 反而你自己水泥地 自己裝修會更合心意 而且有時候 很尷尬 他又買了家具 放在這裡 我自己覺得 他的家具又不太適合 又可能很老套 叫他丟掉好像很曬 他又不肯丟 最乞丐 最難搞的就是 千萬不要選那些 他有一堆垃圾 你買一堆垃圾 你買一堆垃圾 那些垃圾 都送給你 你又要找人清潔後 才重新再裝修 最乞丐 所以我覺得 最好就是水泥 要不就找到一個 適合裝修的 或者已經裝修了 家具 你自己搬進去 我會覺得 那些相對會比較好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有了裝修 五萬元 可以 如果沒有裝修 只是水泥地 一兩萬元 有的 我覺得可以自己 給錢進去裝修 未必現在想去看 現在也很便宜 但我覺得 現在這個趨勢 過多兩年是會更便宜的 那我就想著 可能這兩三年 不停去一些 所謂 心儀的 地段 例如 鶴岡就不會想的 但是去一下旅行 都沒什麼所謂 可能是去雲南 那個 玉溪 和另外一間 又或者去清遠 但是清遠 就相對好一點 不是相對好一點的 就是 清遠對我來說相對好一點 就是 我會聽客家話 所以會好一點 清遠這邊也是客家 有些食物會比較適合 雲南那邊我不敢說 我合不合 真的老實說 如果你說去到遼寧那邊 那些食物是鹹的 通常以餅類 包類為主 如果去到那裡 就差不多要自己煮食 還有我自己都會選擇 這些樓梯樓 如果要頂樓六樓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 其實是小小的 可以走到的 那會否走到另一件事 如果要頂樓便宜 那我就要選擇 有各樓的 那些 好像我契妹那些 送各樓給你的 那些 這些會比較划算 那如果不是 最好選擇三四樓 那 我心目中會這樣 如果到我五十五歲的時候去買 其實一兩萬元或者兩三萬元的東西 你要馬上賭取 難道還想著 我選擇幾個月 尤其是我們這些所謂的隔山買牛 去到看現場 OK 就馬上賭取 那我問過我契妹的 我說如果我在遼寧那邊 香港人在遼寧那邊買樓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或者有什麼限制 她就說應該沒有的 照買就可以了 當然首先你要有回鄉證 你連回鄉證都沒有 你買春嗎 對不對 我說最重要是有回鄉證 所以我也想著 可能這幾年真的去我心意的 那些地點 然後就看看 然後就可能 五十五六歲的時候 再去那裏看看有沒有想要的吉屋 現在可能那些樓 新新的 可能要四五萬 到我再過兩年 再沒有人要的時候 就可能兩萬元就可以下手了 還有看視頻有些人很有趣的 那個鬼哥 魔鬼鬼鬼哥 專門帶人看東北樓 他就不收費 他都很老實說 有些人 我自己看他的影片 有些人說 我買的時候這麼貴 我裝修了這麼貴 我是不想虧 所以就算我住了 我都要游回這麼多價錢 可能我買的時候三萬 我裝修了幾一萬 總共下來十一萬 但我都要十一萬才賣的 那個鬼哥就會老實說 現在樓下跌得很厲害 每個人都被人腰斬 你要十一萬 老實說 你不要說十一萬 就算你這裏五萬元 我都告訴你 賣不出去 因為其他人就會覺得 其他地方更便宜 其他地方只有兩萬元 我自己裝修也不用這麼貴 尤其是頂樓五萬元 哪有人要呢 如果你說可能那個地方 三四萬元 是三四樓的 可能大把人會搖 但你說十一萬 頂樓六樓更加沒有人搖 所以就 看到的形勢是越來越下降 當然啦 如果想要一些便宜的 正如莎姊所說 都是要走樓梯的 這個沒辦法 我亦都有想過的 走樓梯到時我的腳行不行呢 三四樓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走去我契母 六樓都頂得住 只要不拿東西 只要不拿東西 六樓都頂得住 七樓都頂得住 但將來老了時 會不會頂得住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鍛鍊 我自己也有想過 如果我五十幾歲 去賣這個房 是所謂的無批房 全部都是水泥 我裝修得來 其實都可能一兩年慢慢倒閉 可能到我六十歲退休 就真的可以直接去那裏住了 我亦都有想過 以我自己會計這樣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住那裏 或者買那裏的年輕人 全部都是做一些不用上班的 即是所謂自媒體這些 可以在家裡工作的 就會選擇這些 當作一個鍋 我亦都有想過 如果我自己 六十歲回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公司 我現在會計師樓 公司 有些客人 是E-mail一些東西過來的 即是單據是E-mail過來的 就不會送過來的 我覺得如果到時我退休 我老闆又未退休 我可以跟他們商量 如果這些E-mail過來的客人 是不是可以讓我做呢 即是E-mail一些文件過來 你也是要自己引出來的 我可以在家裡引出來 我做完然後給你 我收費的 可以不可以呢 我自己在想這一步 當然看看到時 我和我這個老闆 先夾成怎樣 可能到時差不多六十歲 真的退休了 可能他退休又不出奇 可能他繼續做 賣給人又不出奇 到時才看 因為我自己想 如果我真的可以五萬元 搞得定一間屋 即是可以做一個安路 即是當他十萬元以下 可以有一間屋 那 在這些東北地方 其實物價是比較便宜 而且也看回 如果他沒有一個叫城市棄的話 其實物價不會長得很多 我看到他們的物價 是說兩元 蘋果是說幾一斤 是說一斤 接著我看到五元四斤 那些 叫做什麼 金仔 我心想 不是五元的問題 是四斤我怎麼拿 問題是四斤我怎麼拿 所以物價也是會便宜 他們叫合飯 他們叫合飯 我們叫兩送飯 或者三 他們不是兩送三送 他們起碼是四送的 他們起碼是四送的 就是兩送兩分 即是兩個菜 兩個肉 都是十三元 十二三元 人仔 以薩姐的食量 以他們大送大飯 我真的可以十二三元一盒飯 以薩姐的食量可以分三餐 我不要說分三餐那麼刻意 分兩餐 即是說我一天是十幾元可以做得好 即是一天三十元可以做得好 那三十元三十天你都是一塊 那 那 那你還有其他 即是說如果以那些生活的話 其實可能一個月一千元 即是那個頻道主 另外一個頻道主也算 即是一個月一千元是夠花的 那如果一個月一千元 一年一萬二元 那我只要拿著二十幾萬 我就已經夠在那裡二十幾 即是二十幾萬 那你六十歲加二十年都八十歲 那你也差不多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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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我又覺得 相對是友好的 那就開始覺得 退休也有點信心 那 那 那 到時候看看又怎樣 那現在就已經差不多 那 對於退休來說 有個 定位 我覺得人最不安 就是 你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其實 在香港來說 即是 經常都會說 你上面人生又路不素 你在香港便好 但問題是 在香港你退不退休呢 其實退不退休 先不要說其他 我乾妹說 如果你在遼寧那邊 你 那些 暖氣費很貴的 要 兩千元 那 其實 大家以為兩千元一個月 其實可能是 他們說兩千元是一年的 因為我看視頻那些 是說 一年應該是 都是 兩三千元或者一千元一年 那些暖氣費 那 還有 你知道 上面都有管理費的 管理費是說幾毫子 一平方米 我給你一元一平方米 你不是香港那些 兩三元一尺管理費 它是說一平方米 可能是幾毫子 最貴都不過一元 我給你一元 你一百平方米 一千尺 你都是說一百元人仔 管理費 那 更何況 他們大部分都是五毫子 三毫子 那些 所以其實都是抵的 有什麼 那 所以現在開始 定了一點 那 如果以我現在的 就是 NPF的財力 其實是 已經足夠在上面退休了 如果以我現在的NPF的財力 那 當然 現在離我 退休60歲 還有 89年 所以 應該都可以過一個好的 退休年 加上60歲之後 在上面坐車又免費了 那 所以 最貴的 我相信 就會是 坐車回來 或者坐飛機回來 香港看病 我不是說 在上面看的什麼病 大家知道我要看我的精神科 如果糖尿我在上面看的 我不會回到香港看 但是精神科真的需要的話 其實我真的會回到香港看的 那 在想 如果到時候 是不是可以跟醫生說 半年才覆診一次呢 那 半年回來一次 最多就是住深圳 看完醫生那晚 香港酒店就不會預約了 除非我預約到兩塊水 在香港酒店 因為現在青衣那邊 如果限日的話 都是兩塊 三塊水就可以住到的 除非這樣 我就會預約香港 如果不是的 我就寧願 晚一點 看完病 回到深圳 住酒店 會便宜一點 到時候再考慮 現在這幾年 都 賺多個錢 看看可以 有多少錢 然後做多少事情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一些內地的有趣訊息 OK 拜拜